我觉得我们的金钱观很大不同 他把钱看得比较重 就有一次我给他买礼物 买了一个项链大概一千多块钱 然后买回来他说不喜欢 不喜欢他就让我给他折线 折一千块钱给他 啥意思 就项链直接退款给商家了 然后把现金给到他 就是这样 那我想的这个礼物我又不喜欢 我平时也不怎么喜欢带这些东西 想的是不如折线好了 这不是一次两次 还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个音箱 这个音箱我感觉挺好的 买完了给他放到家里边 没过几天他就放到二手网站卖去了 那个音箱很大一个 我平时根本用不着又占地方 而且又贵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我后来买了小小一个又不费店 而且还挺好 那个音箱这一进一出挣了多少钱 挣了大概是四十多 接近五十块钱吧 看看多会过 亏本了呀 刚买回来新的 他就倒入二手的 这不值钱了呀 不免在这儿吗 那你不卖 你放着干嘛呀 你占地方啊 那还有别的呢 不折线 那我问你借钱的时候 为啥还收我手续费啊 男女朋友之间 你还要问我收手续费 我之前问朋友借 也没有收过手续费啊 那你不问我借钱就得了呗 你不问我借钱 那我不收你利息 公司运营周转出现点问题 问你借钱不是很正常吗 亲兄弟都明算葬呢 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收利息 再加上我这些钱我也是刷卡什么的拿出来 那利息你是给银行的又不是给我的 你说是我收了那我可能理亏 那银行收的你这些钱是不是该给他呢 反正他就把钱看得很重 在我看来我们的感情是高于一切的 他就把钱放在第一位 还好咯 就收点你手续费嘛 之后前面看了个电视剧 电视剧里边要签那个恋爱协议 然后他也要跟着签个恋爱协议 是这样的 我有一回看一个电视剧 觉得很有趣 然后里面有一个律师 说的一些事我觉得很认同 然后我就搞了一个恋爱协议 但是后来不是没做吗 也没签吗 没签 我今天带都带过来了 我请让大家参考一下 你打这个还带过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 里边的协议是要扣钱的 别着急 一 男的不得乱花钱 不得与不正当不法人事交往 打闹吵架 少吸烟少喝酒 二 甲方 甲方是 甲方就是我 一方男的 甲方应该表现出男人的豁达与宽容 包容一方的所有缺点 甲方应该注重正当事业的发展 不得无所事事 感觉踢球踢太多了 甲方应该经常性的拥抱乙方 要经常对乙方说 亲爱的等 能够传递出亲密情感的话语 甲方不准同任何16岁以上 40岁以下无血缘关系的女性 单独过夜 甲方绝不允许一脚踩两船或多个 甲乙双方平均分费家里的劳动 并认真完成 此协议甲乙双方各支一份 生肖之日起双方各自拥有一百分 每违规一条扣一分 罚款五百元 本协议有效期 从生肖起至双方领取结婚证 自动升级为婚姻合作 这个协议到最后也没签 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有一个劳务要共同分配 他在家不干家务 所以说他就没签 是他没签啊 对 他本来要逼着我签的 我们本来是说好的六四 他希望是五五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 家务这块没有分好 所以我们就没有签 这事我们就过去了 谢谢大家